请看马太福音19章 马太福音第19章 30节 19章30节 然而有许多债前的将要债后 债后的将要债前 再看20章 16节 20章16节 这样那债后的将要债前 债前的将要债后了 这是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他亲口所说的话 虽然非常的简短 可是意义却相当深远 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 人生真的就好像在赛跑 尤其是在走这一条天国的道路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节 十四节那里这样说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 说那个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很难找到 更很难行走 所以必须要努力才行 因此今天我们走天国路 必须要用赛跑的心智去走 那赛跑 它的原则很简单 就是一定要争取在前面 避免落到后面去 可是主耶稣在这里却这样讲 他说天国路上有一种现象 说在前的将要变成在后面 又说在后面的将要变成在前面 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讲呢 理由是什么 到底要教训我们哪一些道理 我们今天下午来看二十章第一节到十六节的这一段 我很快的读一遍请大家仔细的看圣经 二十章第一节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 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约在四处出去看见世上还有闲战的人 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约在五正和身处又出去也是这样行 第六节 约在有出去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他们说因为没有人要顾我们 他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吧 到了晚上 圆族对管事的说 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 约在有出雇的人来了 各人得了一钱银子 即至那先雇的来了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 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十一节 他们得了就埋怨家族说 我们整天劳苦受热 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家族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 朋友我不亏负你 你与我奖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 拿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 这是我愿意的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 再前的将要在后了 这一段是主耶稣所说的比喻 再加上主耶稣所说的教训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就是比喻的内容 也就是主耶稣所设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第二个是比喻的教训 是主耶稣后面所下的结论 也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教训 好 首先我们来谈比喻的内容 这个比喻叫做葡萄园的比喻 一般葡萄园就是指着教会 但是这里一开始讲天国 指着这个是神的国 就是葡萄园就是教会 那家族是谁呢 家族就是神本身 一切都是祂的 那所顾的那个人是谁呢 很多工人 这些工人就是指教会里面的信徒 那到葡萄园去做什么 不是去玩 不是单单去吃葡萄 是要进去做工 就是修理葡萄园 这个叫做在教会里面要做圣工 好 那他首先跟约顾的工人 讲定了工情 所以这是第一批的 在这之前就先顾好了 你来做一天一钱银子 这是罗马的银币一个 这应该是合理的价格 但是必须清晨就到这里来 当时的清晨就指着早上六点那么早 这是第一批工人事先就顾好了 当天早上六点你就要来 要进葡萄园去工作 那做到什么时候呢 晚上 当时的晚上 当时的晚上就是指着下午六点 那整整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哦 好 第三个 后来 后来 这个主人又出去了 这个主人又出去了 早上九点钟 他去外面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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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出去看 有的人没工作 闲闲的站在那里 看到有的人没工作 闲闲的站在那里 这个主人就主动邀请说呢 要不要工作 所以 他有了想要去外面逛逛 所以他来到工作 你不欺权可以来 如果他在外面逛逛 所以他来到工作 不过 他没有讲价钱哦 讲注意看哦 但他没有讲价钱哦 讲注意看哦 他只说了一句话 当给的我一定给你 到底是多少钱才是当给的 仔细看圣经没讲哦 这些人就进去工作了 但是不知道今天做的 到底到最后多少钱啊 到了中午十二点 到最后十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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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已经 六个小时了 到最后十六个小时了 到最后十六个小时了 出去还是一样 到最后十二点 看到有人闲闲的站在那里 没工作 看到有人闲闲的站在那里 没工作 这个主人就动了痴心啊 你要不要工作 这个都不是预先顾好的哦 你要可以 哦 进去工作 当给的我都会给你 到了下午三点 这主人出去一看 还有人站在那里 还有人站在那里 主人就可怜这些人 没工作啊 他说你要不要工作啊 他们说当然啊 我要工作啊 所以说可以 没关系 做几个小时都没关系 当给的我会给你 我都会给你 一直到下午五点了 随时 到最后十六个小时了 一刻到最后十七个小时了 马上要天黑了 已经消灭了 一刻到最后十五个小时了 只剩一个小时了 只剩一个小时了 主人要出去看了 现在还没关系 主人要出去看了 主人还是问他说你需要不需要工作 你怎么整天站在那里 那些人说我整天站在那里没有人要我 我很想工作 主人就动了慈心 好啦就算一个小时也没关系 那当然要工作 一个小时也好 主人说好那进来 当给的我会给你 好一天很快过去了 马上晚上就是下午六点 好时间到了 收工 要发工钱 就叫那个管事情的 管家 这管家就是主耶稣 家族就是天上的真神 好啦 可以分工钱 做工得工价这是应当的 那看 到底怎么奖定 从六点进来那个先顾好了就是一天一个 赢钱 那后来这些没有时间奖定的 只说当给的我会给你 那我们想想 那我们想想 这应该怎么分 那现在的头脑应该会想说 按小时算 不是吗 那做十二小时的 一个银钱 那你做一个小时的十二分之一嘛 那才公平 人的想法是这样 那请问这样对不对 这样对不对 这样对不对 合理吗 合理 你做老板你会不会这样做 对啊 你算空前是不是这样算 当然是这样算 可是很奇怪的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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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就是说 从后面来的先 发工钱 最后面的只做一个小时 最后面的只做一个小时 那结果 怎么想都想不到 一个银钱 一个银钱 罗马币一个银钱 很多 那当然很高兴 一个小时一个银钱 所以 那些工作人员 他们很高兴 再来 下午三点进来的 也发给他们 也发给他们 拿到一样 一个银钱 这块 中午十二点进来的 拿到 也是一个银钱 早上九点进来的 也是一个银钱 也是一个银钱 很奇怪 这些都没讲真价钱 这些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这些都没有 他会给你 但是这个主人 却给每一个都一样 但是这个主人 却给每一个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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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 原先顾好 这一些 早上六点就进来的 做到晚三点 做到晚三点 做到十二小时 做到晚三点 做到十二小时 做到晚三点 做到十二小时 做到十二小时 他想说呢 那如果这样算 应该我们 做那一点吧 那结果 没想到分道工钱 一看 也是一个银钱 于是 这些原来 奖定价钱的人 就抗议了 你不公平嘛 有这才一个小时 你给他那么多 那我们整天 十二个小时 晒得太阳 哦 这么辛苦 哎 这么多 所以他们就 抱怨主人 不公平 但是这个家族 回答的话 很重要 两个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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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亏附你啊 我给你 因为我跟你事先 约定 奖定的就是这个价钱 你同意 我也同意啊 所以我没有不公平 所以我没有不公平 第二个 我给他们跟你一样 这是我的主权 因为钱是我的 因为钱是我的 我有权力做主人 你干嘛要眼红呢 所以主耶稣就下了一个结论 所以说 像这个样子 在后的将要在前 在后的就是那个 五点才进来做一个小数 最后的 要跑到最前面去 再前的将要在后 最前面的就是 原先顾好六点进来的那个 跑到最后面去 这主耶稣下了结论 那问题就是 为什么主耶稣要下这个结论 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做 要这样讲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 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有什么属灵的教训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观念 第一个 这个在讲 神跟我们的关系 就是 主人跟工人的关系 就是 是 希望我们对神 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一个观念 就是 神有绝对的主权 万一都是他的 救恩也许他给我们赐 人只是被他赐的 所以人不能够抗议什么 就好像一个谣将跟那个瓦器的关系一样 那个瓦器是要这样用土做的 他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花瓶放在哪里 也可以把它做一个非常普通的瓦器放在角落 那请问瓦器能够抗议那个谣将吗 绝对不可能的 被造之物不能抗议造主 第二个 神是绝对公义的 所以神绝对不会亏待人 奖定的价钱账就是这样 不过神也是慈爱的 照理说你不应该得这样 但是我愿意给你这么多 这个是神的主权 神可以恩待某一些人 但是这跟你没有关系 神没有亏待你但是神可以恩待他 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 第十四节到十十六节 罗马书第九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罗马书第九章十四节 十四节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的吗 断乎没有 十五节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十六节 据词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这里说有时候 神有主权怜悯谁 他就怜悯谁 神有主权想恩待哪一个 所以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劳苦是因为神怜悯我 不在乎你定义 也不在乎你奔跑 常常是因为神怜悯我们 不一定是我们很好 这个就是神祂是慈爱的 因此人不能有眼红 那到底这一段圣经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分成三方面来说 我们分成三方面来说 要这样分才会清楚 要不然你看不清楚 从神整个的救恩的经论来看 那一钱的银子是在指什么呢 是指救恩的应许 神的救恩 以乎所书四章四到六节 我们看一下 以乎所书四章四到六节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 第五节 一主一信一喜 第六节 一神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这里讲到七个一 这里讲到七个一 这七个一就是 教会里面神救恩的龙说 这就是一概念祂的神 比如说一位神 比如说一位神 一个救主 一种信仰 一样的信仰 一个圣灵,一个教会,将来一个指望天国 这神整个救恩龙说就用七个一来代表 都是一,没有二,七也是完全,也代表一 是一个非常完全的救赎计划 那这个神的救赎,这个救恩,就好像一个银钱一样 这签的救赎是一大人的救赎计划 所以,神整的救赎计划是一类的状态 神的圣言是先传给他们的 那时候我们是在旁边站的,是在园外,根本不可能 那以后靖计划是谁呢? 就是外邦人 从使徒教会开始 福音传到外邦 那时候外邦人开始禁远了 一直到我们现在 路路续续,不同的时间都有人进来 那你会发现,所得的救恩都一样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 38节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39节 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当彼得受了圣灵 被圣灵冲门一起来 他就做见证 当彼得受了圣灵 被圣灵冲门 当时很多人有一个问题 我要怎样做才能得救呢? 这个叫做救恩 彼得很清楚跟他们说 第一个你要悔改 不是只有心,行为也要改正 要相信 再过来 你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来洗礼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 可以靠着拯救的 只有奉耶稣的名洗礼 才能够最得赦你 这个叫做重生 变成一个新人 接下来领受应许的圣灵 然后接下来领受的圣灵 就会跟当时的使徒得圣灵是一样的 因为是一个圣灵 所以得圣灵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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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的时代也是只在以色列地圈而已 那现在彼得被圣灵感动说也要给远方的人 那个远方就是外邦圣经里面 那我们都是啊 我们都是后来才进来的 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的救恩都一样 对我们特别恩带 那我们后来进来的所得到的 跟最前面犹太人所得一样啊 我们是最后的 越后面神给的恩带是越大 那我们就应该更加珍惜 能够珍惜才能够到前面 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择下来 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 但是你不可以自告反要惧怕 《罗马书十二章》 只要你长久在祂的恩池里面 不然你也要被看下来 第一个教训 从个角度来看 那个后面进来的 要非常珍惜 因为这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带 原来你是没有份的 那什么叫做珍惜呢 就是不可以自告 反而要更害怕 就像昨天晚上高低兄所说的 你很珍贵 要保管好不要丢 那像这样 虽然你是债后 你将要债前 第二个 从主的生活应许的角度来看 主耶稣对我们的生活有应许 主的应许是什么 一个银钱 为什么 因为这是生活所需 一个银钱 大概当时他们一天生活绝对没有问题 你不可能剩很多 那你也不会不够用 这个叫做主的恩典够你用 神对我们的生活应许是这样的 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12章 这是保罗所说的 这是保罗所说的 因为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身上 他很痛苦 因为他很痛苦 第八节 保罗说我为这件事 我三次求过主啊 叫这个事离开我 第九节 但是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生活的应许 这个叫做真正的公平 是用每个人自己需要的做标准 不是那个假平等 不是起头的平等 是够我们用的平等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什么是清晨禁远的呢 很可能你从小信主 或者信主好几年 有的四十年有的五十年 就好像使徒时代最新的就是十二使徒最早 那是清晨禁远的 那以后禁远的是谁呢 后来才信的 长大才信的 刚刚信的没多久 比如像当时的保罗他就比较后面的 那你会看到 主耶稣给他们 在生活上的应许都一样 但是我们看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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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说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三十二节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 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生活上的应许 我们的需用神都知道 神一定会给 所以后面进来的 都是同样一句话 当给的一定会给你 你一天所需用的绝对不会恢复你 一定够你用 这就是为什么做一个小时的也一个银钱 因为他需要 不是说 你才一个小时 十二分之一给你 你没有办法生活 这个不是神的数学 这是人用力做前头的斤斤计较 神的想法不一样 因为你需要 虽然你只做一个小时 一样 因为你需要 但是只有一个条件 你不要想这些 你要想到只有一个 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意思就是说 你慢来 只剩下一个小时 你别管 没关系 你不要问说 我做一个小时 你要给我多少 不要问 不会让你不能生活的 你只要进来 你只要工作 你凭着信心 这种人会在前面 虽然你是在后 但是你跑到前面去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就在前面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跑到后面去 因为你只在计较 我做一天 是不是能够更多钱 因为你只在计较 我做一天 是不是能够更多钱 好第三个 最后一个 最重要 这个在讲我们人 做工的心态 也是后面的教训 我一定会给你 我一定会给你 我不会亏附你的 这表示神是绝对公义的 这表示神是绝对公义的 其实 用做工的心态 神是不会亏在人的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 15章 我看见到 第一个章 个人都前书15章 第二个章 的第一个章 第一个章 第二个章 第一个章 二十八章 第一个章 第一个章 二十八章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功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其实说实在的 神是绝对公义的 如果我们真的受那么多的苦 而且真的是那么认真在做 神也不会亏待的 我们要这种认识 问题出在哪里 人常常不是这样 就好像那个清晨进圆里的 所以在这里清晨进圆里就是老信徒 老信徒就是老油条 认为我老子哥 所以很容易自以为是 你说那个老员工都欺负那个更进来的不是吗 这个我喜欢比较 很容易埋怨 更常常会眼红 那以后禁远的 新的信徒 新的信徒一进来什么都不懂好像新生 觉得自己都不懂不配 有时候连讲话都不敢讲 我主要眼睛看 到底我要学什么 这种人比较会学习 这种人比较不敢比来比去 这种人通常都比较会感谢感恩 这种人一般都工作比较尽力 这种人比较大 这可能是原因 人看表面 神看内心 所以人看时间 你是做几个小时 神是看你到底有没有用心 所以这个比喻 其实也在讲说 神给的报酬 不是单单看你的时间 也不是单单看你工作的成果 神要的是你的心 你有没有愿做的心 你工作的精神在哪里 工作的态度又是什么 能不能蒙神愿啊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可能那个后面进来的 他有一个愿做的心 因为他觉得 很难得 剩下一个小时 他不嫌弃我 还让我做 所以 这个小时 我不能亏待他 不能让他吃亏 我好好做 那这种人将要在前 那为什么在前的 跑到最后去呢 那这个小时 我做12个小时 我得做十多小时 因为他们想 我做12个小时 因为他们想 因为他们在做12个小时 我做12个小时 因为他们会做12个小时 所以我做12个小时 在那时 我们做12点 在那时 我做12天 我从12,没有力量 所以这个小时 开始 藏起木 开始 開始 重心 帮人 少艰富 神不要人用这种生命 所以重点是你工作的心态,也不是工作的时间 这个就是这个比喻最主要的教训 我常常在想,如果不用这样解释,有时候这个比喻真的想不通 好,最后我们来看起司律 起司律十四章 我们一起来读大声炼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无聊 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信仰其实就是一种侍奉 能够在主里面为主耶稣做工一直到离世,这是最大的福气 为什么呢? 因为做世上的工作,劳苦,愁患,最后转眼成功 就好像保罗说的,食物喂肚子,肚子喂食物,最后两个都坏掉 就像是这样的, 也就是这样,不懂 chest 就是帽子,肚子喂食物,一般是煮食物 就像是在这样子里面 就像是在上面,购钱 买东西来要煮这个肉汤 好这个肉汤 是这样子,也不政府群到尿 Hoo 我做得的是,我们去工作的钱 就是要务值缓用路 但在主里面, powder水 但是,在主里面就是不一样 在主里面为主做功绝不落空 圣经说做功的果效永远随着他 因此要怎么样来做做功 要学那个在后的 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进来 你是老信徒也好 从小信主的也好 永远都要觉得我是不配的 凡事都用神做第一 他存着感恩的心努力来为主耶稣工作 不管怎么样绝对不埋怨 无论如何绝对不眼红 就是你不要比较 那你也不要抗议 因为本来就是要这样做 相信神绝对不会亏待我的 相信神一定会给我我该得的 但是也不用问 不要讲 存着感恩的心就默默的走 那这样你永远都在前面 不会躲到后面 所以到底是要在前面要在后面 其实端看我们怎么想 dependiendo de nuestro mente 怎么 piensa 一念之差 solamente en esa mentalidad 差之好理 吃之好理 就差之千里 si en mente hay un pequeño desvio pero la diferencia final va a ser fatal 求神帮助我们 por tanto opinamos Dios que nos cuida 三百四十五首 谢谢大家